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北斗翁》频道 今天是2024年3月9日,第1169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四叔今次威翻次啦! 在这一集还没正式开始之前,都在呼吁一下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这条片给你的朋友,还有订阅,那就最好了 我们要说回上一次第1168集的时候 这个九仓就反映了我们香港的消费市道啦 原因就是这个海港城呢 曾经一度是占我们香港的零售市道的一成的营业额 所以呢,它作为一个寒暑表呢,我觉得一点都没错的 既然这个1997,即是这个九龙仓置业呢 已经公布了业绩啦,那我们稍后再看看它有什么跟进啦 不过呢,有一单的小插曲呢,记不记得早前呢 就有一个章语人啦,那他呢,就在那里讲 在这个年三十晚的时候,在海港城呢 就是,哇,很静啊,静得得人害怕 那当然这个吴天海呢,当然出来拆解这一件事啦 他说,哎,我不相信啊,根据我观察呢 就是在这个农历新年之前那几天呢,哇,我们那里经常爆棚的喔 很多人很多车的喔,所以呢,就应该没有这个事实的出现的 就是好像这个,呃,张宇人所说的 不过其实他们两个只不过在不同时段 看到不同的东西,那就没什么好拗的而已 那么最重要,当然是这个海港城呢,继续有钱赚 继续呢,可以收多些租金,那这个才是事实啦嘛 其他的那些东西,其实就不重要的 如果我们香港的人口少了,跟着呢,就令到去这个 海港城的人都少了的话呢,也都可以理解喔 不过最重要就是千万不要老化咯 如果海港城老化了,以后都没人看他的话呢 那他就大件事的啦 那,九仓呢,还有另一家的,呃,姊妹公司呢 就即将都会公布业绩的啦 这一家呢,就叫做九龙仓集团,编号是4号啦 那他将会在这个3月12日,很快出去啊 下个星期二左右啦 那呢,就会是公布全年的业绩的啦 那这个九龙仓集团是做些什么的呢? 那他在香港呢,就是做买卖楼宇啦 在内地又做了这个买卖楼宇啦 和在内地呢,又做了这个物业投资啦 就是只是租出去的 那这次呢,这一家公司更好看 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完全可以反映到 在内地的市场是怎样的 那这家公司的市值都不小的,四号仔 他现在的市值都是828亿 比新世界集团呢,还要多很多很多的市值出来 不过,当然他就进不了蓝筹股啦 但是不要紧要,最紧要他公布的东西呢 令到我们有点启示 令到我们知道呢,到底内地发生什么事 到底香港发生什么事 不过大家不要抱着太大期望 因为呢,在香港近年呢,如果是说豪宅的话呢 就很难出手的 那所以呢,这一家公司呢 大家都不需要看得特别好了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他一定可以成为,就是可以赚到钱的 因为上年是亏钱的嘛 今年呢,就会赚钱的 但是赚钱的幅度呢,和他这一家公司的市值呢 是不成正比的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啦 最新的消息呢,又要跌喔 在一周里面呢,要跌大概是0.81% 那现在呢,最新去到144.19% 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星期里面跌0.81% 其实是很可怕的 因为跌得那么紧要的话呢 一个月就可能可以跌成1-2% 那一年不可以跌成2-3成 哇,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香港的楼市的危机呢 真是相当之严峻啊 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四叔嘛 诶,四叔好弱啊 因为这一局呢,他叫做呢 可以叫他赢回仗 那希望他呢,再继续cap多些水 如果不是的话呢 是,遲些如果楼市再恶劣的话 那他就麻烦咯 那,今次呢,我们要看的呢 就是啊四叔呢 他在这个长沙环的楼盘呢 就做得挺好的 曾经一度呢,第一次推出来呢 一铺就清桌的了 那清桌之后呢 当然当然是既不可失啦 继续呢,就推出第二期出来 那今次第二轮呢 就有208伙 那在这208伙里面呢 也都在同一天里面呢 虽然卖不完 但是呢,都卖了191个单位出去 就是占整张价单呢 就是92% 那当中呢,都有一些大客户呢 是不断地掃货的 哇,好像很热闹那样啊 所以呢,这个发展商肯定是打跌趁热的啦 即晚呢,再加推多92伙出来 那面积呢,其实很小的 有些小到真的很夸张的 只有198尺实用面积啊 那去到756尺啦 那,原本的价单呢 其实我觉得很贵的 就是这个长沙环的地区啦 竟然啊四叔这个楼盘呢 要买到呢,最便宜 17800多元 至到最贵的时候 一尺啊,是26900多元 哇,这个数真是很夸张啊 不过,当然有折实啦 但折实了也不便宜啊 都是去到16000至24000 那我不知道长沙环这个地方呢 算不算是值得用这个价钱去买入啦 只不过,可以告诉大家 有一个实用面积198尺的话呢 其实尺价就17773元咯 那你说如果是值得的 那长沙环就值这个价咯 有一位的买家,准买家 是来自深圳的,叫做程小姐 那她呢,就说 哎,我准备拿600万至700万出来 就买一个两房的单位 那还没决定是怎样用的 那她呢,就表示,这位女士 她表示呢 过往呢,因为主要在内地的人 如果要来香港买房的话呢 就要给很多税的嘛 那现在既然都没了这些税了 所以呢,就有意呢 是下来我们香港呢 就自业 那似乎呢 深圳呢,都还有很多有钱人 那我们正正就是需要这一批 可以一次过拿几百万 成千万下来的人 那他们下来呢,我们当然是拍手欢迎啦 那至于呢,决定买两房单位 为什么呢? 她说呢,要是可以自住又可以 要是收租又可以 不过呢,她也提及过呢 哎呀,我也是观察过这个长沙环 这个楼盘的环境之后呢 就发觉这个单位呢 间隔都挺好 不过环境呢,就差了点 所以呢,她想想想 哎呀,那我也不考虑自住了 不如呢,拿来投资都应该不错的 那希望呢 就是买了之后呢,就租出去 赚一下外快那样啦 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个楼盘最紧要热闹啊 我说你摆在这里生蟑螂也好 也好,养老鼠也好 最紧要是四叔那句 你最紧要买我的楼盘啦 因为我等着套现的嘛 这次四叔这个楼盘呢 可以卖得这么好的话呢 那当然要问一下集团里面怎么看啦 那集团说,哎呀 对今次的销售呢,非常之满意啊 那这个买家是自用为主的 那希望呢 就是多些呢,是长线的投资者啦 他说,所以由于反应好啊 所以呢,绝对是要加推啦 那这次加推呢,很快就呢 在这个,下个星期一呢 又开始发售啦 那如果发售得到的话,听说这个楼盘 就有第一期的嘛 都有七百多个单位的 如果卖得完的话 那这次真的就碰了啦 那我们讲开这个恒基地产啦 那他呢,也都呢 准备要公布呢 上年的移职 虽然今次的楼盘好卖呢 是跟上年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只不过,你们都知道最近呢 那个利息高嘛 套现最紧要 那到底这个恒基地产 最后赚钱的能力如何呢 在2023年,那就很快可以揭曉啦 就在这个3月21日呢 就会举行的啦 那跟着呢 还有的哦 就是他个,他那条铃啦 就是我们最喜欢的 也是最可恨的 就是这家煤气公司啦 那他呢,就会是早一日 3月20日呢 就会是公布业绩 那呢 要记住哦 煤气都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 这个恒基地产呢 是很多的哦 因为呢 他是一个子公司来的嘛 那煤气呢 现在他那个 公司的股价呢 这一排都算是稳固点 那么 就徘徊在这个6元的水平 那当然都是要 都是叫做够低的啦 那么问题呢 就是 近排我们香港是凍凍的啦 那希望不知道 这样会不会令到 他那个煤气销售量好点呢 所以也要看看他呢 到底会派些什么股息 因为这两家公司呢 现在最怕的呢 就是派股息方面呢 就会是扣减的嘛 原因 是这两个太智业 真是估计不到的 不知道他会做些什么的 那么 我们要知道呢 就是这个 新鸿基已经是减了这个股息啦 那么 新世界呢 那就更加不用说了 是丢价了 好了 现在只剩下两家而已 那一家呢 就是这个恒基地产咯 那遲些呢 应该是你 宅巨呢 那间的长实集团 都会公布的啦 不过我们先不要说那么多了 因为呢 这两家呢 反而就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要看看恒基 现在出来的成就 会不会是赚到很多钱 又或者 派息好不好 因为恒基地产 现在呢 如果照往年的派息的政策的话呢 就应该有整 8.1%的回报率 看上去相当不错 不过今年呢 即2023年公布的月绩呢 我想想想都是危险的了 所以大家呢 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先 大家都要记住啊 现在香港这个楼市呢 就个个都想推一些单位出来的了 那现在有些比较微型的公司呢 譬如有一家叫做黄新兴集团 那它在九龙湾呢 都有一个楼盘呢 这个楼盘呢 其实不小的哈 一共呢 就有整807个单位在这里的 那售价呢 其实都算是值得的 第一批拿出来卖呢 就大概168个单位啦 那最便宜呢 折实呢 就372万 那都算叫做不错啦 那折实呢 这个价钱呢 就可观点啦 因为折实了之后呢 那个每尺呢 就大概是13000至16000左右 那比起长沙环呢 我觉得 这个九龙湾呢 可能的location 还好些呢 那如果可以便宜点的话 那几大都慢点啦 不过这些小的公司呢 又不知道它的质量好不好啦 那听说发展商呢 提供了五款的付款方法 三款是即工的 两款呢 就建筑期里面呢 要付钱的 那当中以九十日的公付 即是公付款啦 这个计划呢 就享有最高的折扣 有23个百分之的折扣的 那所以如果折实了之后呢 那那个赤价呢 就帅很多了 去到13000元 那这个水平 那我不知道 大家觉得值不值啦 如果觉得值的 不妨留意一下啦 听说这个盘呢 都很多人去看的 九龙湾 都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来的 现在呢 大家都觉得呢 那个楼市的势都挺好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盘呢 都陆陆续续呢 是推出来的 所以四处这一次 可以喝头淡汤的话呢 尽快卖完的楼呢 你都知道啦 现在的客人 分分钟真的 买一个笑一个的嘛 听说现在有七个新盘 共有三千五百多货呢 是排队呢 是陆续推出来的 那这一次呢 在自从这个财政预算案 说到全面撤纳之后呢 这个累积的购买力呢 迅速地爆发出来 但是呢 听说计算是计算是一周之后呢 那新盘的成交量呢 是有八百一十三伙的 那大家都叫做开心了一会儿 问题就是 可不可以持续性的呢 所以呢 你都知道呢 发展商其实对市呢 都不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这里呢 就写着发展商呢 也不敢态慢 纷纷呢 提速呢 就是推盘 就是最重要呢 就是卖得快 就是好世界 那听说呢 现在那个成交今晚呢 就全面上升的嘛 那新盘当然做得好 那二手市场呢 都做得好的哦 所以有些人估计就是 喂 如果这个月呢 都是狠狠的去的话呢 估计在三月呢 有机会呢 只是这个月里面呢 有机会可以去到成三千单 那么厉害哦 那如果三千单的话呢 那希望呢 就是保得住上半年 就是2024年的上半年呢 就大家的发展商呢 都可能有些比较好看一点的成绩 那这一次呢 说真的 真是保命保本的啊 所以呢 都不要想着要赚钱啦 如果真的脱得到的话呢 先拿回本回来呢 那始终呢 都是稳固的 就在那里吊吊吊 大哥 那些钱呢 屋就是钱来的嘛 那些屋卖不出去 变不回钱出来呢 那也挺投行的 那现在呢 说一个呢 就是平民版的涉本个案给你听 所以呢 你不要以为呢 新盘推得多出来呢 就一定的楼价会升上去的 那这次撤纳之后呢 其实你看到这一张图里面都写着呢 就是这个蝎让呢 都是停不了的 那这次我们要讲的平民蝎让版本呢 就是发生在这个将军澳的 这个叫做进海啦 三房单位来的 那卖出了呢 就是七八九十八万 就是八球都不用了 那么七年里面呢 就输了一百零百万 就是叫做撕翻身彩啦 那当是自己交租而已 那贬值了十二个percent 那这个单位呢 也有接近六百尺的 那其实原本呢 一开始在去年 即是二零二三年的九月呢 就打算拿出来卖的了 当时呢 就叫价呢 就说八八六十万啦 那样说 后来看到咦 没有什么生意啊 所以呢 就再调整一下 就说跌到下去八八二十万啦 但是呢 都是没有生意啊 最终呢 现在一口价 就是七八九十八万呢 就沽出了咯 那其实呢 平均一尺呢 就是一万三千元 那这个 在将军澳呢 现在大部分都够上的价钱啦 不过我告诉你啊 如果有朝一日 如果将军澳呢 那个尺价跌穿了一万元的话呢 哇 那里的日出康城呢 那么多期的话呢 那就惨咯 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个原业主呢 都惨咯 原本在2017年 就是七年前啦 都是用九八零六万买回来的 那在七年里面 就虚了一百零八万咯 那这个就没得说的啦 但是呢 其实这个价钱呢 一万三千多元呢 都是市价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日出康城呢 最近录得两宗的成交呢 实用赤价来计呢 都是一万三千七百多元的而已 那它是 那现在这个单品 卖得出去是一万三千三百多元 是便宜了人家几个水 不过呢 都是叫市价咯 所以呢 你想捣得高 没可能的 刚刚刚我们说完一个平民版的蝎样个案 现在呢 就讲一个豪华版的给大家听一下 那这个豪华版呢 哇 蝎得这么久 它的位置呢 就是质如冲的 那名呢 就叫做Mount Parker Residence 那这个蝎得多紧要 那现在呢 慢慢告诉大家 自从政府呢 全面撤纳之后 那楼市的成交呢 都是增加了的 但是 蝎样的个案呢 都是同步地向上升的哦 那只是单计三月份呢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超过八十宗的成交呢 都是蝎样的 那最新当然是包括了这一单啦 是质如冲的 这个是一个特色户来的 不过呢 选手呢 都是非常特色的 那怎样特色呢 是一个四房的套房单位 实用面积呢 接近2700尺的 那原业主呢 就在上年的十月 即是2023年的十月 就挂着蝎本价呢 就放盘 那放多少钱 放一万三 一亿三千八百万 一亿三千八百万 那他说 哎呀 虚本的啊 因为我买回来的时候呢 是一万三千九 一亿三千九百万的 所以呢 我虚本一百万给你的了 那这个价钱 当然没人理他了 一亿 对吧 最终多少钱成交呢 厉害了 最终成交价呢 是七千九百五十万 那呎 赤价平均来说呢 都是二万九千四百多元的 所以呢 这个盘放了五个月 那肯扔五千八百五十万 即是每个人扔低一千万 起码 那整间的呃 呃 特色单位 所以就买了回来啦 不过呢 那个原业主呢 那就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是七年前 刚巧也是七年前啦 就是二零一六年的十二月 左右 当时呢 是以一亿三千八百七十五万呢 就是买入这个单位 那如果加上装修的话呢 哇 这次禁了 那辞货七年啦 最终转手呢 就大幅地亏损了呢 就是 我想加上那些手续费啊 那些东西呢 就不见了五千九百二十几万咯 总之一句说完 整期呢 就是贬值了 超过四十二个百分之 所以我就说了 设立了之后呢 是不是代表大家都没事呢 是不是代表这个楼市会向上升呢 其实不是的 只不过呢 是放松了 那些人的交投呢 就自由了 那意思而已 其实本身要涉让的 都是要涉让的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香港本身的环境不好咯 那最近呢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 如果看完报纸之后呢 都可能对香港的前途方面呢 都不是说那么有期望的 因为这个二十三条呢 络络络都会出现的啦 那我突然间呢 那个感觉就好像是 咦? 好像二次回归那样咯 因为一九九七年一次嘛 那现在呢 来多一次呢 好像以前都没见过 有那样 心情可能会 不是那么好的 那现在呢 这个这样的反应呢 又再出来 就是这个二十三条 哇 那这个立法呢 今早我看完报纸之后呢 我都觉得 哎呀 好像呢 严重了很多咯 很大件事咯 所以呢 我说 如果未来的日子里面 当然 如果好像这些官员所说 立了法之后呢 香港呢 就会是行的啦 这样 那就最好了 是吧? 但是如果我们的想法 跟它有少少距离 有少少差远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想一下 将来在香港投资的话 譬如恒生指数呢 我们都不要看得特别好啦 你看到二月份呢 好像升得挺好的 其实现在你看回头 哎呀 站在一万六千几点 是不是呢? 好像都没怎么动过 那所以呢 可能有波幅咯 就不会有升幅咯 所以如果在香港投资的话呢 我也是叫大家小心点啦 那我在这里呢 纯粹是做一个提示给大家的 那我也是觉得 美股那边呢 就比较好玩很多的 因为呢 从三月份开始了 我已经卖了 起码超过五单的了 在香港呢 一单都没开得出 自从上次卖出了国泰之后呢 现在都在等着 买入了这个银河娱乐呢 都还没有钱赚 还是规本当中的 那现在银河娱乐呢 看怕都可能要等到去这个 五一黄金周的消息一出的时候呢 那才有少少振奋作用 那我都应该有点信心的 始终银河娱乐的事业 不是留在香港的嘛 那在澳门 在澳门 都不会糟糕吧 希望啦 那所以大家呢 在香港投资呢 就像我所说的那样 要小心再小心啦 好了 这一集呢 就讲到这里为止啦 多谢大家花时间看我这条片啦 感激感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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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